可信喔 頭辣好 昏暗的大樓地下室 清潔工人一個接一個 小心翼翼爬進蓄水石 那個樓梯頭先抓好 好 好不容易進到小小空間 一頭又門又濕 高度更只有半個人高 彎著腰掃起來特別費力 這個多收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馬達 馬達是另一個 這個剛剛沒抓到 好 三個人努力清了一小時 總算大功告成 趕緊拍照純正後 要轉站頂樓 難度更高的水塔 這樣爬會怕嗎 不會 習慣了 習慣是不是 對 每天在爬的 高達三層樓高的爬梯 光是用看的 就讓人手腳搭抖 但對他們來說 卻是每天都得面對的環境 這個有時候放大的時候 下雨這個會滑 都會非常小心 夏天的時候 太陽高溫照射下去 裡面差不多溫度快到50度 那個裡面好像洗三溫的一樣 冷一下去整個全身都大汗 為了賺錢養家 再累也不嫌苦 能趁著中午休息空檔 大家一起吃晚麵聊聊天 對他們而言 已經是個不錯的小確幸 這是什麼族 不滿足 什麼族 不滿足 我從口不足 像他們這樣的派遣清潔人員 基本日薪大約1000元 想多賺一些收入 就得靠績效或增加工作天數 不過以利一休即將上路 卻讓他們對未來 憂心忡忡 你說這個以利一休 對我們賺得更少 明年更慘 對你們有好處嗎 沒有耶 工作時數變少了 真的收入完全是見低的 差那麼多 看到政府新政策 大家表情無奈 就怕工作時數變少 再怎麼縮一節時 也無法打平 基本開銷 確實會有一些弱勢勞工朋友 他覺得他想要利用這種 加班費增加的情況下來工作 那增加一些收入 來改善家庭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覺得可能雇主還是會衡量 他自己支出的這個人事成本 法令變更 讓企業主擔憂人事成本 不敢增加派遣人員的工作天數 他們的收入減少了 但人數比例 卻隨著大環境不佳 越來越高 非典型就業人口 已經這個接近80萬 這個比例 也到達7.9% 是連續五年創新高 腳踏實地 做好每一天的清潔打掃 儘管工作辛苦忙碌 但能有份穩定收入 他們已經很知足 比起煩惱不確定的未來 先顧好三餐肚子 似乎更來的迫切時機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